订阅7天,检查腰疼或经常疾病。 如果2天后症状不增弱,找到医疗马上。 最后,接下来,继续按照规定的规定要保护疫苗。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请收看长老发育。 生会庄严级,摩赫罗切网,得补使一切善不善思觉众生若敬法,谢同门。 妙牧主摩赫罗切网,得了到一切无所作福德自在平等相,谢同门。 登床摩赫罗切网,得开示一些众生,令你黑难不为道,谢同门。 最圣光明传,摩赫罗切网,得了至一切佛功德,生欢喜,谢同门。 私子义,摩赫罗切网,得荣猛烈为一切众生,救护主,谢同门。 众庄严,摩赫罗切网,得了一切众生,随意念生,无边喜乐,谢同门。 虚明,摩赫罗切网,得了一切众生,所愿决定,不定道比难,满足,谢同门。 可恶赫罗切网,可恶赫罗切网,可恶赫罗切网,得了一切不平等众生,开始平等道,谢同门。 一共有十法,现在讲摩赫罗切网。 摩赫罗切网,有的时候,旧时候翻译叫修乐。 新翻译叫摩赫罗切。 翻译的不同,时代的不同,音译的不同。 这是八部鬼神众之一。 是什么呢? 是大莽神,大莽神。 有时候把它翻译了叫大浮行。 蛇都是浮行的啊,浮行。 咱们看藏宗啊,蛇呀,莽啊,在地下爬呀。 因为蛇没腿,这是错了,蛇有百足,蛇盲它都一百个脚。 它那脚特短了,那你看着它吗? 这是它用那个腹部来行,不是的,腹部怎么往前爬呀? 其实它有,蛇有百足啊,它这盲的就是蛇是大的,大莽神。 有时候翻译它,一般的看见它好像拿肚皮走路似的,是这样。 那这种翻译的情况呢,是随着大众的理解的翻译的啊,有的新意,有的旧意,旧意就是近时候到,近朝的时候意,新意呢就是唐朝的时候意,翻译不同。 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叫地龙,叫地龙,广这个莽神呢,叫地龙,说它没有脚,是服刑的。 凡是蛇呢,它都沉河心特别重。 沉河心特别重。 但是,有的那个庙,各种的庙,外道的庙,供养蟒蛇的庙。 有时候,你供养酒啊,供养那个肉类啊,水果它不吃。 供养蟒蛇没有了,说神来了,给吃掉了,让莽吃掉了。 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啊,有时候他作为雏生道舌。 有时候又作诡道舌。 两种都有 大忙什么 有他献的 头那是舌头 身子那是人神 但是现在咱们在华严部 华案经上讲的 是菩萨了 菩萨寄托的了 体积非常的大 所有是蟒蛇之类的 都是属于这个 摩赫罗杰王的眷属 咱们说狐贤狐狸 一切狐狸都称他眷属 其实他单有他一族 他属于神族那一族 都神了 并不是所有的盲都是神 不是这样的 单有那么一类 生下来就有神童 那是不同的 刚才经上所讲的 这个环境所讲的 那是大菩萨了 这是继位 这张多数 每座都要讲 这是继位的大菩萨 不要当畜生 当鬼神来看 这位大菩萨 有好大的盲 就是咱们在这个 咱们的地球上有好大的盲神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天免公落 从云南 经过那个下关 过下关那道桥 往来到缅甸 到缅甸 那时候咱们中国兵啊 中国的兵啊 在国内打仗不行 还出国去 敌人还是日本人 那就净打胜仗 在国内打败仗 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猜去好了啊 在这个 经过这个天免公路的时候 这个路以前没有 就抗日战争才修的 你们说 我是说盲神啊 说这个盲啊 盲又好大 这个天免路 他走那个那刚开的路 山区里头 走着肚子乐了 跟埋锅造饭了 不是埋锅了 锅不要埋 是想找个平地啊 把锅架上 行军锅嘛 做饭 哪是找不好 就在一个大蟒蛇的背上 走到这个 那么多车 那么多军队 开到这个蟒蛇 伸上去了 把这个锅就架到蟒蛇 背上去了 看这种很平 很好 他这一烧火 这一烧啊 可厉害了 把蟒又烧痛了 那蟒烧痛了 马就一跑 汽车也翻了 人也都掉下了 你说这个蟒又好大吧 这个数字嘛 可能是 我看上去记载了 是大型的动物体积 其他的内地呢 咱们内地的山区 看见最大的吗 也就是六七丈的 六七丈的蟒蛇 说最大的了 咱们说像钢弄出 咱们那鸡菜钢 大家看到吗 烟酸在那钢 像钢弄出 但是像这个特殊的 你说他那像什么 人家把他当成个大地上 在那去烧火下来 把他烧痛了 他一翻就给你翻了 所以为什么 我是写这个大蟒神 大蟒神 蛇都说他没这脚 你把蛇翻过来 翻过来 当你撒的时候 他有脚的 很小的 脚都在肚皮上 说他是弗形 这是脚种 蛇有百足吗 一百个脚 无论大小都有一百个脚 并不是没有弱 没有弱 看见他是弗形 这一类的 都可以为这大菩萨寄托的 护法 但是说以下念这十位 咱们刚才念这个 就是菩萨 继位菩萨 记得忙这一类的 那他说 化度众生 定众生 都能得乐 不论进什么类身 都可以 他是主要是 度到那一类众生 度那一类众生 长行里面 是标这个 蟒神的名字 蟒神的名字 蟒神不是蟒神 都是大菩萨 视线的摩河罗切王 那以下 就分别的 来做 每一个蟒神 所证到哪一个谢同门 每一个蟒神 这个神继位的 所证到哪一个谢同门 就是所证到哪一位 他的名词呢 就代表他所证得的 善慧 善慧又不是一般的智慧 他得到证得佛的一种神通 叫什么呢 方便 令一些众生都能够 集聚一些功德 集聚功德嘛 那是因 到成佛的果德了 就是果了 这个上所讲的 普现威光 名为神通 普现威光 普现威光 普现威光是他的用 不动性径是他的体 不论要体要用 都是他的方便 因为在因地 行因是话 那叫记 记什么呢 记得 得嘛 这个得不当功德那个得讲 当道德那个讲 行道 有得与心 行道 有得与心 这叫记得 他所译的什么呢 所译的就是体性 所译的体性呢 就是一真法界性 一真法界性呢 就是无语灭盘 就是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体性的时候 不生不灭的体性 就叫无语 咱们现在修音呢 是有译 译是什么呢 译是 外缘的是一者 佛法生三宝 内依呢 也是体性 这个是平等平等的 然后我们最初相信 我们自己就是皮罗哲诺 那一个就是皮罗哲诺的性体 我们自性的 法性的性体 那叫无语灭盘 就是说 善惠摩护罗其王 经文印摩护罗其王 他得到一个什么法门呢 使一些众生出烦恼 得清凉 这都是我们大家所需求的 真的 烦恼热 烦恼热 烦恼热到什么程度呢 热到你糊涂糊涂 发昏了 对 咱们有时候烦恼来了 又哭又闹啊 又上吊又自杀呀 那就烦恼热了 那口热能力的很大呀 能把它清凉下来 这个烦恼咱们讲过多次了 不再讲了 这个烦恼主要是贪欲 主要是贪欲 因为蛇类的本身 它欲念非常之壮 欲念非常 这详细咱不讲了 大字说的那个意思 把它的祸 祸是动 造动 祸不动了 不造动了 就契合它那个定了 济世济静 咱们实价摸泥的摸泥 实价是能人 摸泥就是寂末 就是这个寂 末是没言说那个意思 把货也除掉了 就契合真迹了 真迹是什么呢 就是法性 出货其境了 这是个因 正果的时候 就清凉月乐 就是灭盘的果 祸就是热恼 热祸消除了 就清凉了 清凉率快了 快了就自在了 这就是灭盘果 不生不灭的灭盘果 我们说涅槃也好 说法性离皮也好 都是名词不同 他意里面就是一个 正的真迹 这个迹当真迹讲 神会庄严吉 摸和罗勤王 得普世一切善不善 思觉众生 若清净法 善业的众生 行善业的众生 行乐业的众生 善 也是由他的意面 有他的思维 有他的觉观 而产生的一些作用 那那呢 那业众生 也是由他的思想 也是做的 善没达到究竟 还没有指挡 这两类 指那行善 行善的 用他达到究竟 入清净法 清净法 清净法 得入佛城 为到佛城 才是清净的 才是究竟的 就是善 善那两亡 善念也不存在了 善念是对着那的 只那而行善 那没有了吗 善与亡是了 这样子 恢复他本来的 清净的觉体 妙目主 摩霍罗切王 得了到一切 无所浊 辅得自在 平等相 这就是你思想 不要执着 什么是福 什么是祸 什么是乐 什么是善 达到的平等性体 从相而误入他的性 性是平等的 在这里加一个 说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那么纵伤心 就是特别执着 正说善业的 那业都不说他了 善业指着什么 说这部经 华严经 华严经的 普贤后院评 究竟的 说这部经 恶寒经 这是小成的 我要读大成 神读大成 不平等了 这平等了 说善业 去散 去乐 如果都去行大菩萨 先大菩萨像 行专严像 那谁度那一类众生呢 像我们说这个摩和罗学王 谁去度啊 就是什么他不执着 他事先摩和罗学王 专对这一类众生 但是每个摩和罗学王 没说他专度 蟒蛇前 每位摩和罗学王都能得到这种 大菩萨警戒 他是普度众生的了 另外还体会到 并不是一切莽蛇 都能献 菩萨像 都能献 莽蛇去度人去 不可能吧 专注是菩萨 菩萨他虽然寄托这一类 但是他还度一类一类的众生 这才叫平等啊 不然怎么叫平等啊 例如说 我们献出家相 出家相 这是辅的相啊 出家跟在家平等不平等啊 但是你在什么位 行什么道 继位显发嘛 在神位 说什么话 这个不拙呀 是那个 功夫进入到那个 相当的程度了 一切自在了 他就不拙了 那说的这个 妙目主的摩执勒王 他已经证得了 达到了 达到什么呢 他一切无所作 说没辅 缺德 没辅又缺德 跟这辅的相 两个能平等不平等啊 咱们家子说 这个人很缺德 骂人常听到这儿 说你缺德 现在我们哪个不缺德呀 要这样说 说你缺德 你现在绝对不高兴 但是你跟佛菩萨比 你那德差的太多了 你缺德不缺德呀 缺就是少啊 这叫语言 听到说 这个人真缺德 或者骂你 说孟茬你真缺德 你听到了很不高兴呀 实际上你就是缺德 看拿谁比 拿佛比吗 拿菩萨比吗 咱们连个二层的神通 也没得到 二层的神通 二层人的福德 咱也没得到 不缺德吗 缺德 那佛是万德具备的 这样来说 缺佛 想让你理解到了 说你缺德也好 说你怎么骂你怎么 你感觉人家说的是事实 不是 就是缺德吗 不缺德不都成佛了吗 他是在这种执着 在这种执着 如果平等达到 咱们看见这上去平等啊 这个大菩萨四千八步鬼神 咱们看见观思音菩萨 这是现在菩萨像 观音菩萨四千鬼神没有啊 咱放样口是吧 那是观音菩萨四千乐鬼像啊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一切的应当不要在福德智慧上 就是在一切有像法上吧 去执着 佛是平等平等平等相 没什么福德相 也没什么缺德相 这是从哪个上来要求的呢 从平等性 从性体上说的 从性体上说的 正在金刚经说 福德即非福德 不可作严 也不可作敬 因此这叫自在相 自在平等相 自在平等相 加个自在两字啊 这个不容易了 自在 他实现盲身 他在人类也好 在其他出生类也好 不论什么 乃罪菩萨类 他不但能实现盲 他也能实现佛呀 像这个地位的 这个地位的 说实现大菩萨 他什么相都能实现的了 因为这个说是魔后罗切 那就专说魔后罗切 实现魔后罗切这一类的 佛跟佛都是自在的 这叫平等平等 平等自在 在福德上的平等自在 登床魔后罗切王 开死一些众生 离黑难 离黑难 不为道 邪同门 这做两种解释 人家众生离了黑难 黑难就没有智慧 挣得智慧了 挣得光明体了 就离开黑难了 心有挂难 就不得泄脱 就有不为 心无挂难了 不为道也就灭了 咱们都心经上不也这样说吗 一波罗波罗密都过 心无挂难 无挂难过才无有恐怖 咱们害怕 害怕 为什么害怕 心里有挂难 有挂难 另外 有挂难过 就有恐怖 心无挂难了 心无挂难了 就挣得光明体了 挣得光明体了 离开黑难了 没有智慧的 就是 就出于黑难 黑难 灯 灯 扫摩赫罗其王 它是有灯啊 这个灯是法灯 是智慧灯 有了智慧灯了 没有黑难了 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过去的苦因 造成苦果 苦果成就了 恐怖了 这两种都离 离了阴了 就离开果了 黑难呢 就是没的智慧 没的智慧就在黑难当中 黑难中 虽然有日月灯三光 但是你心里没智慧 没智慧 你还是处在的难中 难中 难中就是摸索 摸索就是不明了 不明了 什么不明了呢 生死法你不明了 涅凡法你不明了 咱们都修前途 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前途不明了 生死不明了 不明了就包括了很多不明了 因果不明了 最圣光明床 摸索罗切王 得了知一切佛功德 生欢喜谢同们 咱们听听着拜佛 礼佛 什么是佛功德呀 佛有立身 方便散巧的功 那修道正德的 行道有德于心 就叫德了 所以佛在阴地当中 他在布施一些众生的智慧 不是布施了一些众生的黑难 出一些烦恼 出众生的烦恼 出众生的智慧 闯的意思呢 就是摧封一切 摩君的意思 假如有智慧的人 摧封一些摩君 降伏一些冤敌 就是智慧窗 灯窗 他是以光明为窗 破除一些黑难 他正得了佛的这么样一个法门 得到智慧窗 得到智慧窗 王尉波这一法 教化与教育一些众生 令他们离黑难离不为 尊圣光明传门和洛瀟王 得了知一切佛功德 生欢喜 了知佛功德很不容易 什么不容易呢 必须我们自己修行 明白我们的性体了 就是咱们经常说是 开悟了 开悟了只是了解 而且还有正果呀 开悟了 悟了什么了 悟了自己的本具的佛性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佛性啊 修成了 本具的 现在被这个无名慈难 掩盖住了 要修行 把这个无名慈难除掉 那么这样子呢 才能跟佛无二无别 那佛就是这样做的 这叫知佛的功德 那佛的体性是什么 智慧的体 功德的体 不是有形 有相的 无形无相的 这叫真空 功德呢 依着正的真空之理 所起的妙容 真空不空就叫妙容 就是咱们说的妙容 妙容呢不是真有 那要恢复真空的意思 这个含义啊 就是指佛的一切功德 不去执着 不去贪着 不是人间的富贵啊 明文立昂啊 不是这些东西 这就是悟性成佛 但是这个过程 悟性成佛了 悟得性 礼上成佛了 世上还得见见修 见修那个得到的功德 那就是妙容的功德 所以前头讲了 不执着 不执着 十四亿 摩托罗切王 得荣明立 为一切众生 救护主 谢托门 这个呢 十四亿摩托罗切王 他正得的佛的法门呢 就是能够救护一些众生 救护一些众生 给一些众生 做救护主 救护主 主是自在意 主在意 能够救护一些众生 因为他明白他的性体 明白性体 性体就是礼 就是礼法界 在礼法界他理解了 说甚深的义 说成佛 说佛佛到头 说佛的不随 十八不共法 他听着不怀疑 他也不为这个 很难得求 是为神不疑 乃至听到 讲世间的英国 讲人间的英国 说你呀 住那末做 那事你千万不要去做 住善奉行 这个没有局限性的 但是呢 你不要去分别 这个事啊 这么点小事 善也不大嘛 好处不大 这就是善小 这些事啊 哎呀 虽然错了一点 因为善害到谁 没关系的 这叫小呢小善 这样理解呢 是错误的 那跟你那个 住那末做 住善奉行啊 是相违背的 这种道理 不止这么佛理这样讲 不是佛这样说 一般的古德 他对这个都 都理解这个 人家说 一善不疑 就是这善事啊 很小 帮助人家也不太大 这个那事啊 也很小 好像是无所谓似的 这样来做人的标准 不可以 我想 过去刘备 在白碧城脱孤 他要死的时候 在四孙白碧城 就是现在我们长江边上 现在白碧城已经没有了 说那个三甲工程啊 白碧城往后退了 刘备在那死的时候 跟他儿子说 勿以乐小而为止 不因为这个事是小呢 你去做 勿以善小而不为 不因为这个是善事 很小 不去做 那你这个不是个好人 不是还要做国王了 这个含义就是什么呢 在理上决断 理上决断 决断什么呢 决断一切的事物 说成佛 从凡夫修到成佛 这个道理甚深了 你不敢要的身 你也不敢要的 我修习很困难 得不到 这叫 闻他甚深的法 而不生退却 四孙英国 就刚才讲的 乐小散小 说你千万不造业 造了业 一定要受报 这是本来很浅的 这个道理也很浅的 不论为深为浅 闻深闻浅 都不为所动 不为所动 说一切佛所教导的法 也不是深的 也不是浅的 非深非浅 有的时候是极深即浅 是深的 是浅的 他就让你不要济踪 你要有那个荣感的精神 荣感精神什么呢 有八风吹不动的精神 有这种荣猛力 成居苦乐 耐震毁誉 说这八种警戒风 这种警戒 不为他所动 八风一起来了 吹不动你 吹不动你 过去苏东坡 带他桌子上 写一个记录 记守天宗天 豪光 跟大浅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帘 把人称赞你 称赞你 都称赞你 名声很好了 几乎你 成绩 就毁谤你 是一个好的 一个不好的 受苦 给享乐 苦的当然不好 人人都要享乐 谁愿意受苦 耐和争 这是争些的 人人都讨厌你 就争了 人都喜欢你 人家都毁谤你 你也无所谓 人家都赞叹你 你也无所谓 这八样 叫做八风 就是外边的环境 警戒风 吹不动你 说你好 你也不为所动 说你坏 你也不为所动 八风吹不动 说东坡那意思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帘 坐那个莲花里头 修行有道理了 就是 说是说 他因为自己了不起了 佛印禅师在底下 写两个字 说放屁 他就冒火了 这是鸡呀 这是鸡呀 他就动了 他刚写完 八风吹不动 人给他写上 他看见他受不了了 他住将杭州 前堂将这一面 佛印禅师写完字了 他佛印禅师回去了 佛印禅师住在静慈寺 他就到静慈寺 找佛印禅师去了 他说你怎么骂我呀 他说我没骂你呀 他说你怎么说我放屁 他说你那说的什么话呀 他说我说我八风吹不动 他说是啊 你今天八风吹不动了 我只是放个屁呀 还是写的字呀 八风吹不动 一屁送你过江来 我打个屁就送江来 就是这个不是实在的了 不是你真正得的了 狮子义摩河罗亲王 他是八风吹不动 他真正吹不动了 他是把这八风 降伏中了 自己能证 才能证别人 我们佛弟子就是这样 先证自己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意念所想 都能证 自己证了 再去证重伤 就给一切重伤做救惠主 在这个法门上 他得到谢头 谢头就能他做能做得到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花言 历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时机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宗 利乐有请 认识台湾燃灯功德会 本会 以宣扬佛陀燃灯功德为宗旨 意在激发众生的菩提心 佛陀的正法 宛如一盏带给众生温暖的明灯 除了推广点灯 供灯 并凝聚人人燃灯的一面善缘 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那份光明 功德会 主要以推广点灯 供灯 提供社会大众一处 燃心灯发善愿的平台 成立至今 国际百万菩提心灯海内外供点 3676万7314盏 国际佛前供水海内外供 一千八百零三万 两千两百一十五杯 希望 藉由燃灯供佛的善心 善行与善德 佛为天下生命燃起慈悲 真理 平等 无争的光明 此外 为了培育传递正法之志的优秀僧且青年 本会 已积极护持国内外各大佛教学府 无论南传 汉传 藏传 等各语系正信佛教学院 皆为本会护持之对象 同时 在社府方面 本会将投入国内偏远地区学统的教学基金及生活资助 以及海外急难救助 如2015年的尼泊尔震灾 本会 皆积极投入救援 让慈悲的信念 无远伏届地触及全世界 而为改善国内街友及贫护生活 本会并向各地素食餐厅购买餐盒 或在国内各地成立随缘素食餐厅 免费供应饮食 爱心素食免费便当 自104年1月1日起至110年4月30日中午止 海内外免费结缘 173万3488份便当 声道吃素的意义 传扬人间慈爱温暖 此外 还有辅导皆有就业 重新适应社会 近年来也加入慈悲关怀老人 老入病苦关怀 新智安养院或老人之家 担任智工服务 自105年6月16日起 至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1889场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梁黄宝灿 即鱼茄宴口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声众组法 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决心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胜 人施行财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愿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圣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堂捐 聚沙成塔 福会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跨播账号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005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五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nivetv.net atmsa.hinet.net 服务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阿湛陀石谷的调科品 可分为佛教造像与装饰艺术两种 早期的作品由于风化残损 已经很难辨认 到了中期 雕刻艺术更去成熟 本期则达到十分精美的程度 因而创造出许多优秀的作品 其中第十九窟雕刻技法成熟 人物力量充沛 诸为阿湛陀石雕佛像的解除代表 第十九窟约开凿于五世纪下半叶 属于后期肢体窟 平面呈马蹄形造型 窟外设置庭院 门外壁面及庭院侧壁 有大量的浮雕装饰 以肢体窗两侧的要叉最引人注目 此二项接待宝冠 卷法陈树 面向庄严 造型显示 细节雕刻极为精致 而龙王像位于庭院右侧壁 及门壁上方 在古印度 龙王与咬叉 同时被视为庇佑子孙繁衍的守护神 两者互位于窟门 貌似有护佑佛教 绵延不绝之意 几多王朝时期的雕刻 由于受到陆野院造像的影响 佛像传通奸达义 无凡复一文 神情庄严沉浸 展现出觉悟圣者的禅定之美 佛座像位于大厅右臂 后方的速度波基座 正面舌龛 内雕立佛像 大厅和侧廊间的列祖主身 柱头及枯顶横梁 早有许多佛刊 呈现诸佛共聚一堂的 莊严景象 阿詹陀第二十六窟位于西段 约开凿于五世纪下半叶至六世纪上半叶 为阿詹陀石窟中规模较大的肢体窟 亦是后期洞窟的代表 以精美的雕刻著名 该窟平面成马蹄形 窟外射门廊 窟门上方开有巨大的肢体窗 地面雕刻华丽 窟内大厅环列立柱二十七根 各处大厅与侧廊 列柱上雕拱眼壁 二者均布满浮雕装饰 大厅后部设速堵坡 椭圆形覆坡上浮雕飞天 平头上直立伞稍有损坏 基座高大正面开坎 坎内钓一尊以作佛 足踏莲花 勘测雕有两圈博依贴体的礼佛 两侧壁蓝标有等身大小的佛像 多为三尊形式 地面坎内诸佛皆有高肉计 裸法浓密 面相圆满 身躯宽厚 浊薄衣贴体夹杀 体现几多王朝佛像样式 右臂有释迦摩尼佛 降摩成道的浮雕 佛陀结家辅作 右手下锤掌心向外 坐与愿饮 场面壮观 刻画神洞 位于大厅右臂的佛涅槃图 描述佛陀与万籁聚集之夜 为弟子宣说教诲 后辱涅槃的情景 佛座吉祥卧 面带微笑 神态平静祥和 祖尊身长7.27公尺 为几多王朝样式 为印度现存最大的佛涅槃像 护身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述网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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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